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近期李久在解说中出现了失误 而且他在赛后发布了道歉声明 自己骂自己是垃圾解说 事情发生在Fero和RW下的第五局比赛 双方一直凹战了44分钟 其中24分钟的时候 Fero沉下的东黄在高地开了一波奔狼 不过没能开到人 这时李久就用比较惊讶的语气表示 我不理解,意思是Fero的奔狼开得不好 黄大仙也在一旁硬赫 然后李久又解释说 周瑜扑了一地的火 Fero根本冲不过去 你要闪现过火吗难道 黄大仙还扑了一句 就算是闪现过去咬到人了 九库总不能从火上跳过去吧 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就开始在弹幕上扣问号了 明明周瑜是Fero自家的 九库采自家的火怎么还有问题了呢 然后李久还在强调奔狼对于Fero的重要性 就这这个事说了有一分钟左右 Fero这个奔狼开得确实不好 意图过于明显 RW下有孙病的情况下 确实不会被开到 但理由绝不是李久说的那样 当时李久和黄大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后来也就继续往下说了 可能是赛后看到了网友们的评论 李久这才反映过来自己说错了 意识到错误之后 李久也给大家道歉了 甚至说自己是垃圾解说 不过评论区的粉丝并没有那么友好 肯定是抓住这个机会一顿喷 毕竟李久曾经和QG粉丝有那么深的矛盾 粉丝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李久的这波解说事物呢